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餐廳外 一名藍色上衣的男子行為脫序 不斷高分被吵鬧 遠景到場還怒嗆警方 相當不配合 來帶你看一段當時的情形 開發在30號晚上11點多 高雄左營區華夏路上 一名莊姓男子疑似酒後 在餐廳內大聲喧嘩 遭同行友人勸導返家 沒想到男子居然情緒失控 口出惡言 遠景到場後更是以不雅字眼 怒罵警方挑戰公權力 當場被依妨礙公務罪嫌逮捕